话语时期 他的一生 完美了我 各位亲爱的听友们 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12月14日 星期三 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来读来自 克雷斯·欧亚克罗姆牧师的每日灵修 话语的实际 今天的信息题为 通过赞美 激活他的能力 我们的开篇经文来自于 西方亚书三章十七节 主你的神 在你中间是大能的 他必实行拯救 也必因你欢欣快乐 他必安息在他的爱中 并且他因你喜乐而欢呼 让我们来读今天的文章吧 我们开篇的经文让我们知道 神的能力 他拯救的大能是通过歌唱来激活的 有些基督徒会遇到很多问题 但如果他们引用这段经文 他们就会经历伟大的胜利 神的灵 神的灵回应歌唱 他会用喜乐来拯救你 免受麻烦 从观历史 伟大的胜利都是因为神子明的歌唱而取得的 想一想在历代制下第20章中 犹大被三个准备攻击他们的敌国 亚文 摩亚和西尔山八卫 而且人数完全超过他们 当国王得到消息后 他并没有先与他的军队将领商量 他把所有的犹大人聚集在一起 在祷告和禁食中寻求主 神通过一个预言的信息说 这次你们必不需要征战 要摆正战者 看主的拯救与你们同在 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啊 不要畏惧 也不要惊慌 明天应当去着迎着他们 因为主将与你们同在 历代制下20章17节 然后岳沙坊任命了歌手 把他们安排在军队前面赞美主 但我想让你观察到的是 他给了他们一首简单的诗篇来唱 只是一个简短的句子 他们唱到 赞美主因他的怜悯 永远长存 然后主就迷惑了敌人的阵营 使他们互相击杀 直到他们完全被消灭 哈利路亚 在《使徒行传》第16章中 保罗和希腊被误陷并被关进监狱 但保罗和希腊祷告 唱诗赞美神 从囚犯也侧耳而听 忽然地大整洞 上至监狱的地基都咬动了 监门立刻全开 从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 《使徒行传》16章25-26节 他们没有向神要求解救 他们只向神唱赞美歌 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赞美主 主的能力就会被激活 使他们得到解救 在我们的圣经中看到的两个列子中 他们的救恩不是在他们赞美之前 而是在他们赞美主的时候到来 哈利路亚 当有麻烦的时候 当似乎毫无胜算的时候 当四面为敌的时候 向神歌唱赞美吧 通过赞美的歌唱 激活祂的大能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祷告吧 亲爱的天父 所有的伟大和能力都属于你 每天地上的一切都属于你 你高过一切之上 主我爱你 我感谢你 因你慈爱 公义和证实 阿们 如果想了解更多 可以到以下参考经文 历代至上 二十九章 十到十三节 诗篇 一百零六章 一到二节 诗篇 一百四十五章 细节 哈利路亚 主内平安 这本美人灵修 话语的实际 现在已经有七千多种语言 一本 荣耀归于神 如果你有兴趣 与我们合作 在这最后的日子里 将福音传到地级 请通过这个电子邮件 与我们联系吧 tnimsia atgmail.com 亲爱的 我们相信你已经从这本书 得了祝福 我们邀请你 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 请祷告 主神啊 我全心相信 永生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我相信他 为我而死 神又使他 从死里复活 我相信他 今天活着 我口里承认 从今天开始 耶稣基督 就是我生命的主 接着他 并他的圣名 我重生了 拥有永生 主我感谢你 拯救了我的灵魂 现在我是神的儿女了 Hallelujah 恭喜你 现在你是神的儿女了 我们邀请你 接着每天领受神的道 全年享受神荣耀的同在和圣力 我们爱你们 神祝福你们 请通过以下方式 以我们联系吧 祝大家一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明天再见